比利时和土耳其机场接连发生恐怖袭击 敲响了各国机场安全警钟 交通部部长达多斯里廖中来强调 政府将进一步强化国内各机场的安全措施 尤其是吉隆坡第一和第二国际机场 先是比利时 再来是土耳其 恐袭国际机场重击航空枢纽 似乎成了恐怖分子最新的袭击模式 全球机场敲响了安全警钟 五国警方也提高警惕 准备全面加强国内机场的安全措施 尤其是吉隆坡第一和第二国际机场 当局促请民众一旦发现任何的可疑包裹 必须马上通报 交通部部长廖中来强调 所有的入境关口都已经受到严密把关 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但我们需要联系 我们需要警察 我们需要软件给我们的支持 我们需要我们所有的保护 我们需要保护安全措施 特别是KLA KLA2是国际公司的 我们需要保护安全措施 李边湘 原以为亚航和交通部 针对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的分歧 已经落幕 双方达成机场不改名 登机证可以使用连航中站促销的共识 不过廖中来今天提醒亚航 在登机证上印上LCCT的字眼 只会让民众更混淆 政府希望亚航和马来西亚机场公司合作 协助将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 推销为亚洲最出色的连航机场 马行方面 国库控股昨天宣布 现任的首席营运员贝勒 将会取代穆勒 成为新移任的首席执行员 廖中来说 马行的权力交替进展顺利 他相信在航空业拥有20年经验 熟悉马行运作的贝勒 有能力带领马行重回正轨 开创更好的未来 NTV7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